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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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衣衫 同样的笑颜 和你手拉手转圈圈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系了我的胶节 亲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爱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约定到永远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还好 我去开门啊 你是韩若曦 你怎么会在薄言家 我 薄言 薄言 为什么会有一个女孩在你家呀 完了完了 千万不能让韩若曦 发现我们的关系 哦 既然你来了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我的 不要 我说呢 原来是表妹啊 原来是表妹啊 你知道吗 这个家里啊 除了我和唐阿姨 就再没有别的女人来过 韩小姐本人比上京更漂亮 怪不得你那粉丝那么多 谢谢 薄言啊 平常都很忙的 如果你想去哪儿玩呢 你就跟我说 我带你去 好呀 薄言啊 我给你买了两种药 你说你也是的 你胃不好你自己不知道吗 大晚上还是这么辣的东西 表哥 你看人家韩小姐多关心你啊 大半夜还给你送药 你看啊 你妹妹多明事了呀 来 快这样 停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你真的没有必要为我做这些事的 那我还不是因为关心你啊 表哥 你怎么能这么跟韩小姐说话呢 当初呢 我是为了尽快提高你的知名度 所有公司所有资源支持你 而且我也再三叮嘱过你 不要将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 你全忘了是吗 这小两口 怎么还当我面朝起来 当我爹能跑哪儿呢 表哥 韩小姐 我有事情 我就先回屋了 等一下 时候也不早了 我跟表妹 也要一起休息了 一起休息 不是的 是我们小时候一起 现在都分房式的 好吧 你胃也不舒服 你早点休息 我明天还有拍摄 我得先走了 要你记得吃 韩若曦 我希望你以后 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行吗 请问一下 我什么时候愁你表哥 好哥 我不这么说 能有清静的日子过吗 我们可是合法夫妻 不是表兄妹关系 你不是有外人在吗 你就不能将就地配合我一下呀 陆总 先把药吃了吧 不吃了 你也不能总不吃药啊 这可怎么办呢 太太 陆总 这胃痛都成朗毛病了 也不吃药 想想就心疼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徐伯 太太太 了 请进 专门给你熬的大枣莲子粥 超级氧胃的 来 喝一点吧 我就是老毛病而已 一会儿就好了 你就喝一口吧 喝可以 但是我想明确一下 你这是表妹对表哥关心 还是妻子对丈夫的关爱呢 喝粥还要讲个名分啊 当然 我是觉得你是为了陪我 所以才胃疼的 我很过意不去 你就当是 老同学之间的友谊吧 来 喝一点吧 怎么样 好喝吗 不好喝啊 不可能啊 热热 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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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烫好烫好烫 膈死了 好烫好烫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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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再喝 来 来 来 把梳子伸出来 你看什么看啊 赶紧喷 那我喷了 准备好了吗 会有点疼哦 那你轻点啊 陆薄言 你放开我 我有好痛 你不要动 陆薄言 陆薄言 你没事吧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啊 不用了 你快起来啊 你这样我怎么送你去医院 陆薄言 陆薄言 徐伯 徐伯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来来来 你赶紧送陆薄言去医院 他胃又疼了 快点 好好好 喂 什么 跳广场舞啊 好好好 徐伯 你怎么走了 来来来来来 你等着我 徐伯 等着我啊 徐伯 陆薄言 你赶紧起来 陆薄言 老公 陆太太 您干嘛去啊 没事没事 陷毛 我要先走了 早饭都做好了 吃完早饭再走吧 不用不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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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我自己能走 上车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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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嗯 我可以自己去公司的 你真的不用送我 再说了现在在风口浪尖上 要是被别人看见了 对我们两个都不好 对吧 对吧 陆薄言 你跟媒体这么熟 干脆 把消息给撤了吧 难道你就这么担心被人误会什么 干吗 你要曝光啊 千万别啊 要是我被扒出来了 韩若曦这么多粉丝 那我以后就没有办法 安安静静地写小说了 所以写小说 对你来说的那么重要是吗 当然了 我将来会出一本属于自己的小说 会受到很多读者的喜欢的 哎 你说你每天这么日理万机的 要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被曝光了 你还要去营造一个好丈夫的假象 这得多累啊 还有啊 你和韩若曦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要是就这么散了 这得多可惜啊 你还挺会替别人操心的嘛 你再说了 我们可是有过约定的 在一起 也就一年的时间 喂 你怎么开车的呀 下车 啊 下车 是 发生了 嗯 这个 怎么啥 人啊 你干嘛呢 那个 跑步上班 跑步上班 那么健康 你看 你是不是准备要孩子了 你就别闹开玩笑了 我说 你昨天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把我一个人晾在哪儿 我的错 我怎么知道他会来呢 对了 今天中午我请你吃大餐 算是补偿了 成交 怎么 又没灵感了 昨天在商场的时候 有人拍到我跟陆被烟的照片 那怎么办 如果这件事曝光 你们可就生米煮成熟饭啊 这不是让他再想办法了吗 我就知道 你为了我 不会爱上陆薄言的 要去 开车 去 陆总 你没告诉苏小姐 我们换完车去接她吗 要不 知道了 韩小姐 你好 听说你要参加陆氏集团今年的战略发布会 并作为形象大使出席 是否收到了陆总的邀请 我和薄言多年来呢 一直在事业和生活中相伴 可以算是见证了陆氏集团一路的发展 所以这次受到邀请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可是今天在网络上流传着一张陆薄言 与一位女仆装少女在商场上约会的照片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陆氏集团呢未来会涉及一些新兴领域 薄言一直对市场潮流有着敏锐的嗅觉 据我所知 薄言最近在了解一些亚文化领域 所以自然会做一些用户市场调查 可是这照片看起来似乎不是在调研 动作很暧昧 是不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这件事呢 薄言已经早就告诉我了 我们俩的感情一直很好的 薄言的才华呢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难免会招来一些图谋不轨的人 总之 在这里还是谢谢各位的关心 采访结束后 我为大家安排了午宴 太小姐 太小姐 谢谢大家 拿她回去吧 韩姐 陆总和你提过这个女人吗 她是谁啊 说是她的一个远房表妹 那你怎么不和记者解释啊 我和薄言认识这么多年了 就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远房表妹 而且从他们俩的相处方式来看 根本就不是兄妹关系 记者你打点一下 我去找下薄言 你说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我还让我洗手吧 男人家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真没想到陆薄言居然喜欢角色扮演 捧着胯头有点大 都干嘛呢 你看陆总裁劈腿的新闻 都上热门了 姐 你扯断我了 还女部装 你够贫的呀 你能别跟我贴毒了吗 走开 讨论什么呢这么热闹 开会 给你们一天天的稿费给高了是不是 都做好都快点啊 好 那个大家都到齐了 那咱们就开始 现在啊 咱们陶人文学网 正出在一个转型的阶段 希望大家积极迎合市场 与文学网的变化 在这里 我要重 重点表演一下苏简安 他的新小说点击量 那已经上升到了套 二十 而且反响也非常不错 大家掌声鼓励 好 好好好 后续啊 我们将挑选咱们社内 优秀的作品 进行这个影视 动漫等延伸产品 商业开发 江二凯 呦 发行商务合作的工作 我就交给你了啊 你小子给我好好干 别给我掉链子 一定好干 不掉链子 谢谢各位 下面进行下一个 项目创作方向的讨论 陆总 在十九点十五分 将由陆总宣布 本次战略发布会 形象大使 韩若曦小姐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一套呢 就是韩若曦小姐 明晚登台时候的礼服 而右边那套呢 就是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韩小姐与陆总 一起接受媒体采访时的礼服 今天的会议 先到这里吧 散会 陆总 我正在与媒体沟通 媒体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我先去忙了 嗯 薄言 新闻你看了吗 嗯 我已经在跟媒体沟通了 你放心吧 说实话 你表妹这个事情 对于你跟我 对于公司的影响都不好 所以 你想让我怎么样呢 我觉得 你应该让你表妹先搬出来 房子我可以帮她租啊 你们两个住在一起 难免会让人家误会 而且 对简安也不太好啊 这是我的家事 我就奇怪了 你一个远方亲戚 难道比咱俩多年经营的感情还 嘘 我觉得 你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发布会是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真不是表妹这么简单 好今天就到这吧 下课 不是 散会 家伙 救救救救 是 洁然姐 你写得真好 有时间 我需要多向你请教请教 请教倒是谈不上 大家以后相互帮助 嗯 那我先去吃饭了 真是想不到啊 之前写学遗小说的 一下子该写言情了 只是运气好而已 你交过的男朋友应该很多吧 我就不行了 没有这种经验 还得慢慢琢磨呢 少凯 终于有空吗 一起聊聊我的新书了 没空 我约了简安 还有 有种东西叫做天分 你们有的 走 吃饭 一样的心 不会是她吧 你好啊 明天参齐了 谢谢 请慢用 我说啊 陈玄瑄这个人 就是丑人多作怪 你不要理他 简安 我觉得陆薄言这个人 对你还挺上心的嘛 又是陪你逛商场 又是陪你照相 你说逢场作戏 我觉得假戏真做了 你别瞎说啊 根本就没有的事 她还巴不得删呢 要不然怎么跟韩容西交代 我想也未必 你们秘密婚姻这事 我估计 也瞒不了多久了 闭上你的乌鸦嘴 给我吃饭 走 要我小心忙了 有事叫我 好 好 喂 陆薄言 我刚刚看见网上的 负面评论好像变少了 谢谢你啊 如你所愿 这个陆薄言 把他订了 词会订成 我被勇吞了 我新闻 来了 我 roup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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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机表 你不要脸你 居然勾引陆薄言 你有病吗你 陆薄言本来就该是我们家韩若 什么呀 怎么了 没事 对了 有人给你送礼物 谁啊 不知道 肯定是陆薄言给你的精神 谁干的 谁干的 假的 我 这面屏幕不是变少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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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回家啊 不用了 不用了 免得我被八卦杂志看见 又让他们乱行 在干嘛呀 挺闲呀一天天的 周末啊 集体加班 该干嘛干嘛去 简安 要不你先回家休息去吧 嗯 不要让这些破事影响你创造心情 谢谢社长 嗯 不要想太多了 我走了啊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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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嘛呢 这儿 哪个路都来着 这就是他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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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下来 你朋友啊 开门啊 你开门啊 不是啊 给我下车 给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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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干 不许欺负了小狐狸啊 快 有你国研哪 出不幼烈 师傅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你又没自我介绍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 我赶着回家呢 小狐狸啊 抢了我们女神的男人 还想回家 真是臭不要脸 臭不要脸 我警告你 赶紧给我滚出陆家 离陆薄言远冤的 听见没有 我告诉你们 这里是24小时实施监控 用不了多久警察就会来的 你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收拾你 就是 五分钟就够了 看着我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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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害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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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呢 干什么啊 干什么啊 往往走 走 还一走 还一走 你在这儿啊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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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没事 好 好 快点快点 我回 我们上车吧 快点快点 快点 好 好 搞定 还是晚了一步 你看人家简安被自己老公接走 你瘦了个什么劲啊 简安跟陆伯演艺年之后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你咋就知道我没机会 就你 身边应应应应那么多 简安能看见你就怪了 我告诉你 如果苏简安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立马跟那些花花草草一刀两断 那我还真得对你另眼相看了 像我这种纯洁的内在 岂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看得透的 去哪 送你 回家 你怎么知道我被围堵了 别刷手的 那你就来救我了 顺路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啊 怎么办怎么办啊 陆伯演 我觉得 干脆澄清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吧 这是个好办法 你就去做一个新闻专访 澄清我们之间是表兄妹的关系 就是 它是个好办法 是不是 要去啊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那我说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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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借我孩子的笑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出现就像一秒 你剧板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和约海又笑 你剧板的状告 是和我一起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做热闹 没有谁能太老 想对你一直好 爱变得老老道道道 只需你来找 我伯父 我们下来尽不可我 我不想再来尽不可我 我们下来尽不可我